歡迎來到環家西洋棋教室的BOGEN講題 本次BOGEN來參加我的好朋友松瑞所舉辦的 環家西洋棋進階班的線上比賽 那環家西洋棋進階班的線上比賽在每週三五六都會有舉辦 然後這一次我因為來做個實驗 因為這一次我來做一個嘗試 也可以說是實驗吧 看看能不能在這次參加比賽中能邊把參加比賽的一些過程給記錄下來 也順便讓我了解一下我的學生們的狀況 好 了解一下因為這群裡面應該有一些是我的學生 環家西洋棋教室的進階班線上比賽是對外開放的 只要全世界每個人知道這個團體 都可以來參加這個比賽 好 今天的時間是 目前時間是7月9號的下午4點半 好 然後我們來開始吧 這個局面下 在一分鐘就要開始了 好我去下洗手間一下 好的在30秒就要開始了 好因為我現在可能設備還沒有更新所以目前設備我的手機當作我的攝像頭的錄影 所以可能螢幕的對焦還有光線問題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再請各位起手多多包含啦 我在看狀況如果這個點擊率觀看數還蠻高的話我可能就會來採購一些新的設備來提升我的攝像頭 好 那現在這三秒鐘準備就要開始了這個比賽賽是跟上次一樣一樣是七輪 七輪的 三加連對局 好那對我的對手是1559 為什麼我要往下拉呢 因為我的 攝像頭手機嘛 放在我的螢幕的右邊 所以我的螢幕的右邊就被這個手機給擋住了 好 對方走了這個形狀我來走一些 奇妙變化 這什麼選擇呢 我準備要這個仙氣後取帶抓雙 他如果吃的話我直接抓雙 好OK 目前雙方都沒有損失 而這個仙氣後取帶抓雙 他這步棋不太好 他這步棋浪費了一步 個人覺得 好 目前時間 好就像我們上次所說的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東西 他幹嘛送紙給我吃咧 送回來 喔沒事沒事 這個是仙氣後取交換啦沒事我忘記了 這個是仙氣後取交換 而這個交換完之後我就形成兩個中心強大兵了 好 我就直接擺多個兵了 各位發現了吧 我有八隻兵全部完美的都在 而黑方只剩下 嗯 只有我這個各位談 各位奇所只要小心 這條鞋先在我們西洋級教學稱為 這個傻瓜邪先 這條傻瓜邪先一旦暴露的話 就非常可能被利用 被什麼利用呢 被皇后還有主教配合 如果他擋兵的話 我之間主教敲兵的話 之間就可以炸這個城堡了 是吧各位 有發現了吧 好 OK 這個奇手可能是剛下不久吧 所以之間就忽略這些事情 被我之間 一個傻瓜邪先爆破之間碾碎了 好 好他還要試著掙扎 然後我降個軍吧 嗯 我來試試看 攻擊他 他誰敲呢 他如果王敲 就沒問題 他如果主教敲的話 我就將軍 然後再將軍 好沒得將了 沒得將 那我吃個命吧 好現在這個局面已經超級大優了 現在就等他認輸 他怎麼還不認輸呢 怪了 怎麼不認輸 如果還不認輸的話 那我就繼續把全部武器換光光 跟沒什麼大優惠 現在因為剛剛跟各位講解 所以可能花了30秒 但還好這個局面夠優 所以夠優的情況下 這30秒應該可以用後面的時間 把它下快點 就像我們上次所說的 在三加零隊局中 時間才是一切 其他都是假的 好 OK 那我繼續出職 好的 好的 現在這個局面下我已經完整的多了半隻城堡 又多了兩隻兵 這個局面下他還想試著繼續掙扎 他還能幹嘛呢 我實在看不出來 好 我隨便將一圈吧 他到底還能幹嘛呢 好的 他的王又被我拉回來了 那我繼續出職 我準備要這個 然後 Maybe可能這個吧 這個也可以 這個這個 Maybe 好 然後我擋住他 準備要這個 然後這個打這個 騎士配合城堡打這個 OK好他完全不理我耶 這麼這麼小張 那我就準備騎士跟城堡過來打這個主教啦 各位要發現了吧 利用這個牽制戰術 這個皇后他手的根本沒有任何效果 好 現在這個局面下 他完全自暴自棄了 他完全自暴自棄了 好 那我直接炸了 他看來他主教都不要 他直接就是有點自暴自棄了 那我就隨便 隨便炸囉 再 隨便炸 將軍 好然後再 將軍 我只要小心底線城堡不要被偷吃 應該就沒什麼意外 應該就可以簡單獲勝了 待會我就把底線皇后 把皇后配合城堡之間 按進去這個17格準備 將軍抽城堡了 他應該沒有任何機會了 他打城堡的話 我直接把城堡炸了 就應該獲勝了 好的 他現在還有戲嗎 他應該沒戲了 有點多只有派死我 他除了派死我應該沒有任何機會 好他選擇這部自暴自棄的走法 好應該是沒問題了 勝負一分 將軍抽城堡 好再將個軍 他如果上去他下去 我就直接一步底線門下 他過來我就直接 簡單牽制得皇后 好OK牽制得皇后了 好得後了 沒問題 這個局面下應該零風險獲勝了 再來就等他掙扎了 他要幹嘛呢 他現在能幹嘛呢 我現在是隨便走一下 好將個軍吧 他能幹嘛呢 他不可能合齊了 因為這個這個這個 這一個都可以動 他怎麼合齊呢 對吧各位 這個局面下我的引擊方式有太多種了 我就隨便找一種吧 待會準備皇后過來直接兩步殺 一步殺而已 OK好沒問題 OK打 好這個 這個就是 各位騎友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加這個 每週的 每週三五六都會有 皇家西洋棋教室進階班的線上賽 呃 每次的比賽選手都不一樣 依照我的經驗 好像我之前看了一下 禮拜六的水平最高 禮拜六的水平最高的選手 曾經到達2100多分 或2200多分 而平日的話 可能平時大家都在上班 所以 目前的學員都是以 目前的比賽都是以學員為主 而禮拜六因為是假日 所以很多的 外來人士 像是一些外國人啊 或是一些 很強的台灣人啊 都會在禮拜六來參加這個比賽 而時間稍微講一下 禮拜六的進階班線上比賽 對外開放的時間是 晚上7點 而禮拜五是下午4點半 而禮拜六是下午 下午1點半 OK好 好也是藉由這個比賽讓我稍微了解一下 我目前這些所教的這些 小朋友們的狀況 好雖然說是進階班的線上比賽 但是因為是對外開放所以每個選手都可以參加 不管是初階班小朋友 進階班小朋友 還是中階班小朋友 還是各個年齡層的 成年啊老人啊 還是外國人啊 都可以參加 所以禮拜六的時候應該是這個俱樂部最熱鬧的時候了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下一輪吧 螢幕怎麼變暗了呢 OK螢幕回來了 好螢幕回來了 好的 好這個手機的攝像頭焦距看來不太好調整 它的螢幕隨時互暗互亮的 好我再看一下觀看次數 如果觀看次數夠的話 我再試法 設法去來採購新的設備 讓我的螢幕的攝像頭可以從手機 轉成電腦本身 好 現在準備第二輪了 這個就像是我們之前說的 這個是剩下一輪的概念 剩下一輪看一下怎麼幹嘛呢 這個黑色閉色呢 怎麼白色不認輸呢 喔他想拍死他 OK好 我們忘記這個比賽是三加零了 所以三加零確實有可能 三加零確實有可能各種大列是不認輸 因為時間是一個很大的關鍵因素 好 準備就到第二輪了 目前13個人 可能會有人輪控吧 好有點可惜 當然是希望進來偶數啊 只要偶數的話就不會有人輪控了 好我準備第二輪 第二輪是誰呢 我看一下看一下 第二輪分數是1709 好看一下誰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問號什麼意思呢 這個問號就代表說這個選手可能 剛辦這個賬號 剛辦這個賬號 所以他的分數還沒有那麼的確定 好 呃好 試一下這個吧 好這個攝像頭怎麼互按互亮呢 這能吃嗎不知道 試試看吧 反正他沒人保護 這什麼東西 他今天過來交換我這個主教騎士幹嘛呢 要不要強行互助呢 嗯 好 互互看 把這個B兵強 把這個C兵強行互助 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挑戰我是吧 合理 合理 挑戰我合理 那我如果給 攻擊他嗎 攻擊他的話 好 不行不行不行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 局面下 絕對不能在開局時間差 對方太多分 因為在三加零的賽制中 時間才是真的 其他都假的 就像我們之前說過的 時間 才是真的 所以在三加零的賽制中 如果你開局時間 少對方太多的話 那這個局面下 就算你在優移 你也無法獲勝了 好 好繼續出職 繼續出職 呃 出個 這個吧 好的 待會 可能就要這個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然後待會就要入寶錄 好 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先換位置 雖然這個已經沒有親自 但是放在這邊 應該暫時也不會出什麼大問題 好 好 待會再把騎士出來 哪裡比較好了 我想一下喔 呃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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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嗎 好吧這裡吧 他這個騎士 目前已經解除 簽字了 因為沒有人被簽字 對吧 好 好現在他要幹嘛 我看不出來 那我就繼續 他要幹嘛 他要幹嘛呢 我還這樣看不出來 他要幹嘛 他要幹嘛 他要幹嘛呢 我看不出來 那我就繼續出職 呃 好像暫時找不到效果 所以我這個 焦焦焦 焦 衝啦 好 衝衝看啦 一分五六秒隊兩分鐘 好時間非常緊迫 時間竟然這麼緊迫的話 我有沒有機會呢 好挑戰我了 挑戰我了 這挑戰什麼意思啊 同學 炸了 真危險 幹嘛啊 他 炸了 哎呀好像不太好 媽咩 好交換 吃過來了吧 這被咬著 麻煩 好炸了 然後就站起來 好 站了一個 還好多個兵 還是多個兵 還是多個兵 而且有一條 C線應該可以利用 時間差30秒 這幹嘛 這是邀請我交換嗎 好OK 全部換掉 反正我多兵嘛 多兵就全部換掉 應該沒什麼大意外 換掉之後 待會城堡 疊C線應該就可以 保持優勢了 好 那我先打個先手 先打個先手 讓皇后先繼續 閃開閃開閃開 選一個位置吧 好選這裡 好那我炸掉 好皇后過來吧 那我城堡進去 城堡進去之後 準備就要疊起來囉 是吧各位 好這個局面下時間還是差了20秒有點緊迫 看看能不能待會把時間加回來 這個時間非常重要 時間才是因素吧 有什麼大 大風險應該沒有吧 有什麼戰術呢 看不到 好 既然沒戰術的話 我就要準備創造機會殺其樂 有沒有機會呢 我們來看一下區域吧 好 全部先把後打走 打個皇后 走開 把他後打走 他後走不走了 他後真的走了 好OK 他後走了 我就把全部武器塞進去吧 有沒有效果呢 不知道 有沒有效果 我也是 邊左邊看嘛 看下去囉 欸這幹嘛這幹嘛這幹嘛 這交換什麼 OK好這個交換 OK的 好交換 接受 好接受你的交換 找個逃生路線 我沒事沒事沒事 嚇死我啦 嚇死我囉 剛剛剛剛我看到四個將軍 好像擋騎士就好 沒事沒事 差點掉騎士了 嚇死我 好啦 然後繼續衝繼續衝 好啦 現在現在時間只剩40秒 看他們只用兩個命把他衝死 用兩個命把他衝死 怎麼機會呢 我們不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區域吧 現在時間只剩30秒 非常緊迫的時間 現在要下快一點 那我不能化現了 因為現在化現就沒時間下棋了 好 現在我的期望 欸這個將軍這麼開心 這個時間將軍換後變後了 他是不是死了 他應該認輸了 認了吧 不認我強行換後 換後就變後就殺其路 有贏其路 好變身 好現在剩下30秒 應該沒問題了 我就兩個後就應該可以獲勝了 應該沒有任何風險了 零風險獲勝 OK的 好的 好沒問題 殺其很好 好 第二盤又如玉其樂 順利的獲勝了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是誰不知道 好沒關係 這個人好像看過他 他是我學生嗎 好像是這個 好像他是我學生 好像是 這個帳號有印象 因為這個 的確帳號都寫英文嘛 所以沒有寫中文 一時半刻 無法立刻 知道他是誰 他好像是我學生 好像是 OK 好我來試一下 對 能不能獲勝呢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我現在第三第二輪結束 還剩下五輪 好我來看一下現在時間是幾點呢 好現在時間是下五四點三四三分 為什麼我要講看呢 因為 因為就像我們跟各位說的 我的右邊的畫面 被我的手機給擋住了 我手機就是我的攝像頭 所以我手機擋住我的畫面的話 然後我就看不到右下角的時間了 所以我看一下這個時間 時間現在是四點三十四分 四點四三分 OK 好 好的 三加年的賽制中 這個三加年的賽制 其實就能 最能驗證出你的基本攻擊要不紮實 因為在三加年的賽制中 基本攻擊要不紮實的選手 只要基本攻擊要不紮實 安全的出紙 安全的走紙 安全的 做任何事情 安全 就是我認為的基本攻 可以讓每一步 其都盡可能安全的情況下 做計劃這個基本攻 在三加年就能驗證出來的 在短時間的閃電期中 三加年或三加二啦 最能驗證出你的基本攻 紮不紮實 就算你滿腦子計劃再豐富 如果你基本攻不紮實的話 一直送紙 一直出街失誤的話 那你再多計劃都無法實行的 所以三加零三加二 這種閃電期賽制中 最能驗證出你的基本攻 紮不紮實了 所以終於辦這個比賽也是稍微 來測驗一下小朋友 我們的基本攻 紮不紮實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下去了 現在這個對局 還剩下五輪 好 這是誰 這就是這個第一名的選手 好第一名他是誰 讓我來揮揮他吧 好 他走了 哈囉 唉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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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我按錯格子啦這麼慘 好沒事沒事 我按下去兩格結果他滑出卡住了好真慘 好太慘了按錯格子了好沒事沒事 別慌張別慌張 按錯格子就認慫嘛 哎呀搞笑了按錯格子 這麼慘 好的 沒事沒事 按錯格子的話呢 那就早點補救咯 好 沒事沒事 三加人賽制嘛 三加人賽制還是時間是因素 時間是重點啦 我沒想到前兩中心兵 結果現在尷尬了 按錯格子了 好 沒事沒事 別慌張 別慌張 差10秒 好的 差了10秒鐘 麻煩 好 那他就變成中心選兵的 中心選兵 咳咳 還有一隻不錯的主角 欸 怎麼樣 欸 等等等等 今天滑鼠好像有問題喔 今天滑鼠是不是會自動飄走啊 好可怕啊 這個滑鼠怎麼這麼可怕 好 我先出職吧 剛剛發現問題了 這個滑鼠今天好像不太行的 是不是電池沒力啦 我現在是用無線滑鼠 剛剛這個滑鼠好像 好像電池沒力耶 真可怕 好 這顆無線滑鼠是不是電池沒力啦 也太可怕了吧 他可能想要這樣子吧 他 我挑戰他 挑戰他 拉梅根沒根可以插他 好 他選擇生根 那我炸了他 這生根能幹嘛 這生根能幹嘛呢 這是不是白癡兵呢 他是不是被我白癡兵呢 好像是喔 他好像被我白癡兵了 好的 他被我白癡兵了 那現在繼續下囉 現在小優了 現在多個兵 小優 他被我白癡兵了 好 他還要幹嘛呢 他還要幹嘛呢 既然我小優了嘛 小優就可以零風險下棋囉 小心一點 先放這裡 好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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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鐘對一分鐘 唉呦 這麻煩 退退退退 好煩啊 唉呦 時間有點沒抓好 尷尬了各位 時間沒抓好啊 各位時間沒抓好 有點風險 好 好 強行把你寶換了 這麻煩 把你寶換了 這隻怪可怕的 好的 麻煩了 麻煩了 好好好 繼續換繼續換 繼續換子 把你騎士換了 偷抓個城堡 他能發現嗎 他發現很好 發現了沒錯 他發現了 然後我再繼續換 全部換掉 好 他可能繼續換這隻 全部換掉 反正我多兵多兵 全部換掉 絕對不虧 好的 他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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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來 那我先躲王吧 好 差10秒差10秒了 好 回家回家回家 忍慫回家 好的 多個兵嘛 多個兵 我就把他 欸欸欸欸 是不是有東西咧 繼續換去換 換城堡 換城堡啦 唉 這什麼東西 他怎麼炸我 這樣炸 他要這樣炸 真假 這樣可以炸 他怎麼會選擇這樣操作呢 這樣操作不是他掉紙了嗎 理論上厚大於兩個東西啊 他怎麼這樣炸呢 理論上厚大於廚師跟城堡跟主教 那他這樣炸的話風險很高耶 他是不是暴打 他想靠這個兵倒不可能吧 沒機會啊 他這個沒戲啊 怎麼會有戲咧 怎麼會有戲咧 他衝我就敲 他不能衝啊 他傻了嘛 他 欸這奇怪了 那我衝啦衝啦衝啦 準備就靠兩個兵 往前變後囉 他要人幹嘛呢他 好 那我就繼續衝 欸不是是按左鍵 那這個滑鼠在立確實操作上 六鍵是箭頭 左鍵是走旗 可要操作正確啊 按錯格子 可就尷尬了 好 這個兵就變後應該沒問題了 好的 好 他繼續試著掙扎 他這個兵也不能衝 衝兵的話我直接敲主教 直接直接沒救了 好他衝兵他衝兵的 好 他應該自暴自棄的 他應該自暴自棄的 他好像這盤棋不想玩了 好我繼續過來 直接強行換後 他啥都不能做 我只能被我強行換後 他應該沒救了 好OK沒有問題 好好贏了他之後 讓我翻到第一名了 我喝水一下 好看一下時間 現在下了三盤了 時間現在 時間現在是4點49分 一盤棋差不多下了六分鐘 差不多三加零嘛 三加零 雙翻三三的話 那我就六了 好 感覺最近頭髮有點長了 是的 頭髮太長了 因為已經 居家 居家 簡易 不是就是所謂的 三級警戒好像已經 從五月中旬到了七月中旬 已經整整兩個月了 好 頭髮確實有點長了 找機會如果 十二號之後 下禮拜找機會去剪個頭髮吧 頭髮太長了 所以夏天有點熱 好 這個怎麼鏡頭一直無法亮呢 真奇怪 是不是只要放個東西才就亮了 讓我來想一下放什麼東西呢 好放個電池吧 可以 放個電池它就對焦 對焦就亮了 OK好放個電池 這麼奇怪 好放個電池它亮了 OK好的 放個電池它亮了 OK好 好讓我來看下去吧 現在這個局面下 這個局面下 黑方已經必勝了 他想拍死他啊 啊哈 三加零嘛 三加零的賽制中 確實有各種 拍死人的機會 但這個局面下 應該沒什麼機會 因為畢竟烈士方時間又少 這邊就不如點了 這邊白方又四分 但是白方的時間 只有五秒鐘 會不會被拍死咧 確實有可能 白方被拍死咧 哎呀可惜要白方輸了 好的就像我們之前說的 三加零的賽制中 時間才是重點啊 時間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只要安全出職 基本功扎實 不要發太 發生太多低級失誤的話 那三加零的賽制中 計畫清晰 基本功扎實 戰術熟悉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不會有太大意外了 好 好 怎麼沒有贏 好 OK的 好這隊友幾分呢 對手一七三七三四 真可怕 好我下CCD吧 下個CCD比較熟悉 他要走什麼東西呢 好 誰敲呢 扣敲還是騎士敲 OK 走C四是吧 OK的 三加零嘛 三加零 速度還是以前 什麼開局 只要安全就好 關鍵是速度 速度很重要啊 在三加零的世界中 他選擇這個交換掉 OK 互相換後是吧 OK好 我們來互相換後吧 他誰敲呢 城堡一下騎士敲 好 給他炸兵 給他個炸騎士 給你疊兵 這個殘局理論上就是黑幽了 好這個黑幽殘局 好啦 這個殘局黑幽了 黑幽黑幽 這個殘局黑幽了 那這個局面下 我有很多事可以做 讓我想要做什麼事情呢 欸 欸欸欸欸 真可怕 差點按錯格子了 嚇死我了 差點按錯格子了 啊 那我想一下喔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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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裡好了 閃開這裡 是不是這裡可以這裡啊 欸好像可以啊 我想幹嘛 我想用這個主教威脅兵 然後城堡來C線 準備威脅兵 國王準備閃開 有沒有機會呢 啊不知道 3加0嘛 3加0就等對方走出基本失誤就好 應該沒頭大意外了 好 待會我就要國王閃開 準備城堡配合主教威脅這個兵了 直接爆破 那麼直接 好爆 好進兵 給兵生根 想幹嘛他 可能想充兵吧 maybe 充兵的話我炸他 欸他沒有充兵 那我必王咯 好 那我必王 好 兩個人炸 他要理我了吧 可能這個吧 欸用王寶還行 用王寶那我繼續簽個 這幹嘛呢 偷簽一個 偷簽一個幹嘛呢 準備要這個炸 然後這個城堡 簽字之間敲 欸 他幹嘛 他是送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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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兵了 哎呀他完蛋了 他一個送兵了 就直接優勢了 啊是的 理論上送兵就是我簡單優勢 簡單優勢就可以簡單下了 OK好 又多兵了 很好 多兵就是開心 好的 他現在有點自暴自棄了 完全不知道他幹嘛 我現在這邊可以抽兵 這邊也這邊他認輸了 他不玩了 好的 他為什麼不玩了呢 確實這個兵整排都是我的兵的 OK好沒問題 好 呃好 運氣不錯 運氣不錯 現在 運氣很好 繼續試個連勝 這是誰呢 呃 因為現在他們都寫英文名字嘛 所以不知道他們誰是誰 好 好 還剩下三盤 我看幾點呢 我看幾點呢 為什麼我要這麼緊張呢 因為 因為我的 松略 現在是我的新的合作夥伴嘛 所以松略把我排的進階班課程是 在 五點半 呃 所以這個比賽是在 這個比賽之後就要來講課了 所以我待會還要抓點時間去裝水 因為我的水患啊 發現好像喝光了 好 呃好 那現在 4 4點55分 OK 是吧 水患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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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禮拜六有 呃 下一天禮拜六有機會 我再給大家錄一下 我來參加禮拜六的 進階班俱樂部的這個比賽 但是為什麼你說有機會呢 因為禮拜六的時間是在中午一點半 這個時間多半是我在吃午餐 或是一些生理作息的時間 那所以是否能夠參加到比賽 就要看當時的狀況了 好 那沒關係 現在還剩下兩輪準備就要進入第五輪了 好 好 這個應該是白色 多指又多分 多指就是多一隻武器 多分就是時間分數多 應該是白色獲勝了 那這一盤是白色 黑色是他嘛 黑色這個人 白色多厚 是嗎 但是 白色多厚時間有點緊迫 3加0他要14秒殺齊 有機會嗎 14秒殺齊有機會嗎 應該是有機會 這邊將軍殺齊了 OK 沒問題 欸 他傻了嗎 喔還行還行 這邊可以這樣 都能這樣OK好沒問題 勝負一分 好 好的 好的 好 這個他應該換到寶就獲勝了 沒有任何機會了 優勢在白方 白方時間多 局面又超優 黑方怎麼還不認呢 將軍就殺齊了 將這個城堡將軍 城堡拉開殺齊了 對吧 主教師啊 主教師啊 主教師的話 城堡搭來F7 好 沒事 他可能這樣慢慢下 他可能想爬王吧 應該是 好 好 沒問題了 兩邊都已經先門殺 OK可以 好勝負一分 好的 準備要進入第五輪囉 好 準備進入第五輪呢 好 好 運氣不錯的 剛好三四連勝 現在準備進入第五輪了 好 這個焦距 我換個電子 這邊有效果 好 準備進入第五輪囉 好 準備進入第五輪了 嗯 好 分數幾分 1363 好 看一下這個水平的選手小朋友 好 嗯 他怎麼不動呢 不動的話他就輸囉 他要動嗎 動不動呢 他為什麼不動呢 他是去洗手間的嗎 他怎麼不動呢 3加0離開現場很危險耶 時間爆了就輸囉 嗯 他真的不動了 他怎麼不玩啦 JACK 好 我來看影像是怎麼不玩的他 他動了 好 他自己被扣了16秒 不是傻了嗎 被扣了14秒 他在幹嘛 好 那我就簡單隨便下 不是隨便下 也不能說隨便下 而是說簡單安全下 是的 我用詞要修正一下 不是簡單隨便下 是簡單安全下 因為 隨便下的話 可是會輸騎的喔 對吧 就算我時間多了20秒 但隨便下的話 可是很危險的 各位騎手要小心啊 就算是閃電騎 也不能隨手下 還是要注意安全 安全跟時間 是非常重要的環節 好 安全跟時間 這個環節非常重要 而既然按照安全的邏輯下的話 我現在走出一些超級安全的形狀 時間多20秒 只要時間多20秒 安全的快速出職 應該理論上就可以獲得大優勢了 好 好 待會兒自己把他換掉 好 繼續把他換掉 他走著把他換掉 好 出職出職 C4好了 不是C4 不是C4 主子第五 好 出職 好 那我換了 好 那我疊起來了 準備過來 過來 威脅第六兵 好 B6兵需要補嗎 沒事 B6兵我跟皇后生根 先不用補 我先準備城堡殺進去 喔 先補一個吧 好的 他全家人都在守護 OK 很好 全家人防守就是我所希望的 好 你就全家防守 我就全家進攻 先補個H3 加加時間 沒有時間加 拍拍時間 他要幹嘛呢 不知道他幹嘛 偷抓我的騎士是吧 好好好 抓抓抓 別起來 我想要這個 這個 好 有沒有機會呢 偷抓一個 他可能這個吧 Maybe 來了果然來了 合理 這看不到就太奇怪了 是吧各位 好 那我就走個 這個吧 這個抓OK 好 時間怎麼突然小裂了一下 時間數小裂了一下 哇 我的時間數有點裂 這麼危險 我的時間是不是小裂 沒事沒事沒事 別慌張 走開 欸啊 跟各位聊天的同時 時間變得突然有點裂死 嚇我一跳 突然一十半克時間變裂了 我小心喔 一十半克時間突然變裂了 好還是照原地計畫 對她做計畫好了 OK好 好 皇后繞進去準備從這個鐵格繞進去 好 繞進去了 很好 我的皇后繞進去了 開心 阻止我 好了 沒事沒事 我傻了 應該我先充兵的 哎呀我忘記了 好 現在充吧 強行開心 強行開心 他敲我就敲 他不敲前進我就摁進去 是吧 好 皇后摁進去囉 準備繞她家去了 好 皇后準備從她家繞進去了 她還有戲嗎 還要繞進去了 OK 她今天讓皇后繞進去了 她有點危險 我來看一下能不能創造機會呢 好 疊過來 這沒機會有沒有戲 有沒有戲 看一下 我想炸炸炸 躲 應該沒戲 沒戲 沒戲 沒戲啊 沒什麼戲咧 好王吧 呃好 沒戲 咳咳 沒什麼戲 再回來一次 好的 感覺沒戲 換後 呃好 換吧 好 呃好 55秒 哇哦 時間這麼緊哦 哇哦 呃 蛤 呃 蛤 這什麼今天滑鼠不太行 今天滑鼠怎麼了 今天滑鼠怎麼了 感覺不太行 今天滑鼠不太給力 欸 這是什麼意思 怎麼給我踩個好格子呢 欸這什麼意思啊 他怎麼把格子給我了 這麼開心 這麼開心的事情 我今天踩進去了 他是不是踩歪了哈 好 好 直接踩敲敲敲敲 沒錯 直接戳進去了 他是不是滑鼠被我戳穿啦 滑鼠 滑鼠 滑鼠對他很傷耶 他這樣子滑鼠 直接滑鼠 這個都是我的啦 好OK 那我 敲吧 好的 欸 準備拉過來這裡 好衝 呃衝 衝 將軍變個厚 他傻了嗎 好將軍 變個厚 他傻了 好的 看他傻了 他傻了 OK殺齊露 OK沒問題 這個殺齊很好 好運氣不錯運氣不錯的 又 運氣很好的 五盤都勝利 那現在準備進入第六輪呢 好現在幾點 看一下幾點 現在時間是五點五分 好應該還來的 應該有時間讓我裝裝水喝 好 頭髮有點長了 OK對手幾分呢 對手一七七二 好的 這是誰啊 Eddie Wu他是誰 不認識 不認識 好隨便 不是隨便 而是安全下 好 嗯 斯大夫行狀是我目前認為 應該算是一個安全的開局 在閃電鞋的賽制中 我很習慣把這個拿來當作一個方案 因為他的 被人家出考題的機會不高 好 簡單的安全補一補 應該沒什麼大意外 時間現在多了 多了快十秒咧 多了十秒就是開心 是的 時間多十秒就是開心 好 好讓我想一下幹嘛 讓我想一下我要幹嘛 突然忘我要幹嘛 啊 欸 欸欸欸欸欸欸 啊怎麼走呢 這有點瞎 好吧沒關係 那時間重點 時間才是重點 時間不能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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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的處置計畫清晰時間掌握好 就沒問題了 啊哈 好的 時間現在多 多 快二十秒了 OK好 站起來真假 這麼硬 瞧 瞧 瞧了這麼硬 他想要閃擊抽後 沒這麼出街吧 這個閃擊後場還不就沒事了嗎 他要幹嘛呢 放個孤兵 放個孤兵好嗎 嗯好像這裡比較好 好像是這裡比較好 確實 啊好幫他孤兵解套 合理 出紙 這裡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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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唉唷 將軍 敲掉 喔應該沒事 有兵在 有後在應該沒事 應該是沒事吧 算不清楚 應該是沒事吧 好可怕喔 應該是沒事吧 這個殘局應該沒事吧 好可怕 有事嗎 有事嗎 這個將軍我可以敲啊 沒事啊 這個禁殘軍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這個禁殘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吧 應該沒事吧 應該沒事吧 給我走開 走不走 走開了 他就走開了 他這樣走 嗯好 拍他 拍死他 唉唷 拍死他咧 機車 拍死你 唉唷 國王護B7 城堡要動一下才行 城堡不動會出事啊 寶兵殘局的世界裡 城堡不動會出事 喔 城堡要動了 摸個A冰 給摸 好摸 好 那我再來 摸F冰 好然後再來 來 衝 欸欸 40秒 OK 多20秒 應該還行 好 多20秒就是這次轉 多20秒很轉啊各位 在閃電騎的賽制中 多20秒超轉的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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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我準備吃掉然後 衝進去 希望可以成功 吧 好 將軍 好 將軍 他要幹嘛 他要幹嘛 想幹嘛 他 B兵抓我可以直接城堡吃掉 守住B兵 他抓我F 我剛好玩過來守住F 嗯 他果然浪費了很多步 傻了 衝露 他只剩下幾秒鐘 他能幹嘛呢他 欸我 欸欸欸欸欸 哎呦 我是不是出事了 沒事沒事沒事 3加0那3賽制 3加0賽制他只有10秒 他就算多個城堡 他也不能幹嘛 很好 這就像是我之前所說的 時間才是重點 時間才是關鍵啊 時間才是真的 其他都假的 時間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他是不是被我變厚啦 哎呀 變厚帶僵 他完了 他沒救了 好 他還下嗎 他在下什麼東西呢 好了沒問題 欸嚇死我了 嚇死我啦 啊哈 運氣超好 OK的 他是Sabrance 沒關係 好 現在運氣很好的 運氣很好的 六五連勝 OK 我看一下下幾點 現在五點十二分 OK 一對頭幾分 對手一四八零 好 好 在三加零的賽制中 我有很多方案會跟慢起不一樣 因為三加零的賽制中 很多時候已經不是你開局是不是很強悍 而是考慮你是不是安全 是不是不要太複雜 因為在三加零 因為各位旗友都知道吧 我的風格畢竟不是計算型起手 我的計算普遍偏偏弱 所以既然計算不強的情況下 那 用關聯 安全的出職 安全的行動 就是我的大原則了 好 控制B4個 不給他過來 找他不過來 簽一個 走F的話 這條線就暴露了 不走F 合理 不走F不敢走我 我走 你會前進嗎 你真要進嗎 真進的 有沒有事可以做啊 讓我看一下 這有戲嗎 炸有戲嗎 敲敲敲上上 不要 不要冒險 對這些沒把握的事不要亂來製造風險 進 哦 差10秒了 哇 10秒很傷耶 要抓回來才行 我把這個格子填給騎士 能不能做事情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嗯 好對手下的還不錯耶 有點尷尬 好吧 尷尬就尷尬 出職吧 這裡這裡 不行這個騎士 哦麻煩 哦 好吧 啊 插著的冰橋 沒事沒事 他是孤兵 所以沒問題 好 那 既然是孤兵嘛 既然是孤兵那我就 嗯 這裡 嗯 你又差10秒 有點緊張 這盤其實是關鍵啦 這盤其實第一 這盤其實贏了才第一啊 哎呦 好啦 既然想不到目前一時半刻想不到 持續的計畫 這個兵可以 這個打這邊嗎 打這個兵嗎 他會前進呢 前進的話 我把騎士按進去嗎 哎他前進他果然前進了 OK 好 進去有吸嗎 進去的話 敲敲 應該有吸 好進去 進去有沒有吸呢 我來看看 啊哈 好進來了 菇兵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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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菇兵了 我這個兵不是菇兵 這個兵在這邊 對吧 這個兵已經不是菇兵了 我的一兵不是菇兵 他的敵兵是菇兵 他菇兵前進了 好OK合理 將菇兵往前按進來合理 喔 有可能幹嘛 他有可能要 找機會偷殺 啊哈 他想要這個 配合這個 如果亂走的話 啊哈 想偷殺 真是危險 他想偷殺 好的 真可怕 原來還有偷殺的事存在 真危險 想偷殺 你們覺得吃他咧 他可能炸我 炸我我炸他他炸我 我再炸他 多吃這個滴兵 好 有沒有機會呢 他他幹嘛呢 炸他嗎 炸炸炸 感覺好危險喔 是不是有將軍帶將啊 我一定會有東西 先把我閃開好 他可能炸我 他沒炸我 他沒炸我 那我炸他咯 炸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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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炸 有戲嗎 炸炸騎士回彈 應該沒事 炸完之後 騎士回彈吃這個 交換交換交換 應該還沒事 好 他不可能不炸我 他炸我 我炸他 炸了 騎士可以回彈 對啊 這邊應該沒事 嗯 這樣白多兵 開心 白多一個兵 多了一個中心第一兵 白多一個中心第一兵 好的 這樣白多兵 時間要多 多30秒 就像我們之前所說過的 在三家人的賽制中 多30秒 就是賺 而且又白多兵 白多兵又賺 不是開心嗎 對吧各位 好現在他幹嘛 不知道 初子 反正只剩20秒了 他能幹嘛呢 他真的什麼時候不能走 好只剩20秒 他不能幹嘛 那我就去出職囉 多20秒 就是賺 好 按進去 他頂多就把這拿回來吧 但我可以吃A青 他可能想要這個 這個然後這個吃這個 哦沒錯 好來來來 沒事沒事沒事 欸不吃我 不吃我不給你吃了 沒得吃了 沒得吃他幹嘛呢 他沒得吃他幹嘛呢 他應該什麼時候不能做 找兵吧 將軍 哦 哦 露看 哦 將將將將將 哎呦 原來我露看了 沒事沒事 還好這個賽制 是三家人的賽制 三家人賽制 時間是一切 時間才是真的 時間只要沒了就什麼都沒了 好沒錯 時間沒了 什麼都沒了 好 OK運氣很好的 欸運氣很好的 運氣很好的 運氣很好的 OK 好 現在這個時間是5點18分 OK 還行還行 好 來各位 這就是我稍微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 俱樂部 皇家西洋棋 俱樂部在這邊 各位旗友可以打這個 台灣RO 就是這個皇家西洋棋教室的名字 ROACHES CLUB 參加這個俱樂部 這個俱樂部是對外開放的 目前這個上面有 100多位的會員吧 應該是沒錯 好 好啦那各位 今天先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